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民族的命运 整个前途的关键就在13章14章 就在这10个人派了12个探子去看 摩西非常聪明 他给他们指导的要看什么呢 哇 写得这么清楚 我看了说摩西啊 你这么仔细啊 摩西打发他们就是13章的神奇节去窥探迦南地 说你们去从南地上山地区 看那地如何 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 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是逮 所住之处是银旁是奸臣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 是极薄 其中有事目没有 你们要放开胆量 把那地的果子带回来 那是正是葡萄抽出手的时候 好了 他们去了 哇 看地 看人 看产物 刚好是收葡萄的时候 他们就捡了一大串的葡萄 还有五花果带回来 他们回来以后呢 全会众都非常期待 他们所带回来的消息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去了 果然那地实在是好 是牛奶跟蜜之地 你看这些果子 你看就知道 但是啊 这28节的燃鹅啊 这个燃鹅这句话害死了 你知道吗 前面都好 但是来了一个但是啊 然而 你知道然而是把整个事情转过来了 产品好 地方好 什么都好 然而 这个叫做信心的阻碍 这个叫走旅程的困难 然而 都要加一些困难下去 然而 那地的民强壮 臣也很坚固 他们那些人 阿玛利人 亚纳祖人 耶布什人 阿牧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 并约旦河旁 所以他们要去的是这个迦南地 迦勒十二个探子当中其中一个 就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可以上去 我们只够能得胜 请注意 这个简单的一句话而已 我们可以立刻上去 得那地 我们足能得胜 不是得胜而已 足能得胜 但是呢 那些和他一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 然后比较起来了 还说 他回来报恶性给以色列人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 是突出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 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祖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我们看自己就如诈门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眼光 视野 看困难 或是看上帝的应许 这是究竟你人生成败的秘诀 如何看自己 说像诈门 诈门跟一个伟人不能比 他把自己看得这么小 我们是诈门 他们是伟人 不要去不要去 没办法 哎呀 这些人就起反叛了 一听这些话 大闹了 就叫群众混乱 大闹 不晓得怎么办 吵吵说 哎呀 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吧 回埃及去 摩西就夫妇在百姓面前 不晓得怎么办 只要祷告 但是这个时候 约书亚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迦勒 就撕裂了衣服 在灰众民前说 我们所亏淡经过的地 是极美之地 非常好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近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留那云密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隐蔽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语门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会众说 那石头打死他们 这两个人 不然耶和华的荣光就出现 来保护他们 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 你能想象这一幕吗 二比十 所以投票不行 神的国度不是靠投票 二比十 二是说 我们只够可以得胜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去 十个说不行 我们会被除掉 我们像扎门 他们像伟人 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一个人跟随主 很重要是视野 你的眼光 视野是不是一个信心的视野 你挂的是什么样的眼镜 是把困难扩大 还是把困难缩小 是把应许扩大 把困难缩小 让神向我们说话 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极佳美的 走向永恒的道路 旅程中虽然有很多的困难 也不该惧怕 因为神已经应许 使我们可以进入祂应许之地 我们祷告 天父感谢祢 感谢祢是带领我们的神 的确 人生有很多困难 但我们不要害怕 主要信靠祢 抓住祢的应许 走入加美之地 主啊 兼顾我们目前所处的 境遇跟困难 扩大我们信心的眼界 看见神 你带领必要得胜 看见在我们里面的 比在世界的大 恩待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